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南方的局势相对比较安定 所以不少文人纷纷逃到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避乱 张继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一个秋天的夜晚 诗人张继把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的风桥下 江南水乡的秋叶美丽极了 诗人沉醉在这样的意境中 做了这一首千古传颂的小诗 题目是风桥夜泊 那么风桥在哪呢 风桥就在苏州西边的郊外 风桥夜泊 也就是夜里把船停泊在风桥下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第二 第四和第六个字 如果是平生字 我会拉长一点 如果是这生字 就短一些 我读一读 月落五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孤速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报客船 我解释一下 月落五堤霜满天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 乌鸦在提叫 满天弥漫着下霜的寒气 江风雨火对愁眠 江风一般上解释作 江边的风树 这江是指吴松江 吴松江源自太湖 流经上海 流入长江 俗称苏州河 意思是江边的风树 而船上的灯火 对着满怀乡愁 而难以入睡的我 这里诗人座第一人称 孤苏城外寒山寺 这是孤苏城外的寒山寺 孤苏是苏州的别称 因为苏州城的西南边 由孤苏山而得名 寒山寺在风桥附近 建于南朝的梁代 相传是唐代的寒山和石德 两位僧人曾经在这里住过而得名 夜半钟声道客传 寒山寺的钟声半夜里传到我的船上来 这首诗精准地描述了诗人 对江南的秋叶的观察和感受 第一和第二句共十四个字 描绘了月落 污提 双天 江峰 雨火 孤州等六个景象 有晴有景 有声有色 此外诗人也将吕丝 幽国 而且住宿还没有着落的顾虑 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我吟一吟 月落五堤 霜漫天 江峰雨火 对愁眠 孤州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现代作曲家 温龙俊先生为本诗普乐曲 我唱一唱 月落五堤 月落五堤 霜漫天 江峰雨火 对愁眠 故宿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明天家剧 极绝文笔 我们吟诵千年诗句 让人生自有诗意 古诗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